通常偷錢 貪的就是非分之財 都是要低調 對不對 這個貪官太厲害了 他特別喜歡蓋豪宅 一蓋蓋了69棟 最近那麼 美國的政客 季辛吉 100歲生日 為什麼說政客 季辛吉就是讓 中華民國跟美國 斷交的最重要的一個起始點 對啊 郭台銘還要跟他見面 1971年的時候 季辛吉這個政客 那麼第一次來到了 中南海 跟中共的領導人周恩來見面 那麼事實上現在他100歲 他總共去過了100多次 他是非常有名的 美國親中派就對了 習近平這次為了接見他 那麼又因為他剛過100歲生日 所以就用這個鮮花 部署了 剛剛那個部署 那個檯面部署了這個 山川 河流 甚至有橋樑等等 然後緊接而來 還有包括金魚 蘆藝 那個壽桃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壽桃 那個大壽桃 其實裡面藏了另外99顆小壽桃 總共湊100個壽桃 因為為什麼 拍馬屁 因為季辛吉剛好過100歲生日 事實上已經過了 然後緊接而來 那麼弄得這麼漂亮 金碧輝煌 連那個餐巾 餐巾的那個綁起來的那個扣環 那個事實上是用檀香木 所做的葫蘆狀 意思就是說 全部送給季辛吉 帶回美國去 那100多100歲的季辛吉 他是組了拐杖 不過他很喜歡中國 所以他去到中國 那個習近平把他當作 中國的老朋友 光看拍電話 就是統戰的標的 那麼也被人家視為 像在美國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 你知道美國總統四年選一次 事實上 季辛吉早就是過期政客 但問題是 季辛吉可以代表 在某種程度上面 在美國的親中派 他們的一個精神上面的領袖 結果沒想到小粉紅 中國人民竟然在下面問的是 請問誰買單 為什麼 因為我告訴你明月 以前的話不會這樣 奢侈浪費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的青年人 失業率20.8% 找不到工作 然後呢 為了這個 為了這個退休人士 一點點的這個 每個月的醫保 還給他們扣 扣即一兩百塊的 這個人民幣 要你花那麼多的錢 去弄這個東西 那就是明月 如果你再不應該 這個花錢的地方 花錢的老百姓就不高興了 那中國的貪官部分 我們今天講的 那個關節都不大 為什麼呢 湖南省的衡陽縣政黨主書記 主席叫做彭應龍 關節都不大 聽起來都地方小關對不對 他總共在老家 蓋了2700多平方公尺的別墅群 而且他裡面 連十獅子都有 亭台水泄 不過他為了怕人家講話 所以還用了皇戶網偽裝 你知道嗎 皇戶網偽裝了以後 那事情也是拼 最後還是被打出來了 那他自己本身這些錢哪來的 這些房子的錢全部是貪污來的 而且裡面的這個房子 裡面的這個裝潢 然後裝修 家具 電器 全部是從公款裡面 那麼貪 報銷這個貪污來的 另外一個天津市的 這個賓海 賓海新區的管委會 黨主書記副主任 聽起來就很小的官 叫做王戰三 王戰三他也是很小的官 但是他蓋了一個仿造 北京奧運水利方的一個 非法的這個相關的 1200多平方公尺的私人會館 還有豪華別墅 我的天啊 還有私家花園 你不是一個小官而已 怎麼可以蓋到那麼大呢 另外浙江建德市 人民人大代表 那個村黨委書記 吳康夢 吳康夢也是 他侵占的土地 大概有十幾公母之外呢 那麼還有包括豪華 大概8000多平方公尺的 別墅跟私家公園 一個小小的人大代表 一個小小的村黨委書記 竟然可以有這麼大的一個 等於說私家公園 還有這麼大的一個豪華別墅 那麼太離譜了一點 那麼中國的貪官 最新的一個紀錄 是哪裡來的呢 哈爾濱市電業局的副局長李偉 跟他的三兄弟 因為全部都靠起來了 他們在被中共抄家的紀錄裡面 單單相關的車輛 我也不知道 他們只有一百多部的 各式各樣的車輛 你們尿那麼多名車幹什麼 很多車是沒看過的 對 有些車就是名車 名車就是有時候一些比較老的 但是保養很好的 那一定要弄到手 不過問題就在 這些車還要偶爾 一定要有人去 專門的人去開 你知道嗎 把它發動不然會壞掉 收了那麼多之外 單單這些還有限量版 超過大概新台幣 超過4億3000萬以上 這是保守估計 那麼幾個兄弟 李偉和他的兄弟 更有豪宅69棟 全部用現金去買 我問你 你這現金哪裡來 就貪污的 所以你就知道中國的貪官 即便不是那種 很高高在上的貪官 他是小地方的小貪官 都能夠有這麼大的手錶 沒怪老百姓叫政府等於說收刮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錢都被貪官給貪污掉了 所以台灣每次報貪官新聞 中國大陸都非常不屑 沒錯 腳架子氣 含了幾百萬 我們來看中國澳洲之間的關係 還是相當的緊張 最近世界被足球賽開打了 那麼喜歡看足球賽的中國人 想去澳洲 但是這個高達50% 拿不到簽證被拒絕 這也太嚴苛了吧 這是不簡單的事情 因為中國足球 大家知道是什麼樣子 這一次是女足賽 這次四年舉行一次女足賽 澳洲跟紐西蘭都分別舉行機場 總共有64場 那澳洲有35場 那問題是什麼 中國隊 中國女足隊 都在澳洲的場地舉辦 比如說在雪梨 在布里斯本 在阿德雷德 那紐西蘭那邊沒有 結果就有中國的網友 發現了一件事情 他們買了門票 但是準備要去澳洲的時候 在申請澳洲簽證的時候 被拒簽了 拒簽率高達50%左右 那當然紐西蘭那邊是很容易拿到 但是澳洲這邊竟然很難拿到 所以沒辦法去幫 你看他門票買了 他也要訂房了 這個都要先準備的 然後簽證拿不到 簽證拿不到之後 就沒辦法去他自己的 中國足球隊加油 怎麼辦 到時候輸了又怪東怪西 不過為什麼會有這種 拒簽率那麼高 主要的原因還是在 最近這幾年當中 很多中國人 是用所謂的 去觀光簽 過去之後 結果跳機 就是變成打黑工 然後因為你知道 澳洲的那個 人均所得非常高 而且他們缺工 最近來講都在採櫻桃 所以澳洲在採櫻桃 這個市場上面缺勞工 所以就很希望說 外面的勞工過來 那中國人就很常常用這種機會 所以澳洲政府已經發生 這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所以就拒簽率很高 那中國 他們那邊在申請簽證 跟台灣不太一樣 現在台灣已經加入這個 澳洲ETA 就電子簽證的行列當中 你只要上網 大概花個20塊澳元 然後大概5分鐘內 你把你的護照 還有照這個頭像 大家弄一弄 基本上馬上就寄給你了 你就可以獲存進入到澳洲了 然後如果你沒有任何刑事紀錄 或是有家暴紀錄 那如果像中國 他通過旅行社去辦 他這個601的這個簽證 一直下不來 那下不來的情況之下 就是拒簽率非常高 但是其實 最近這幾年當中 其實不是只有澳洲 其實很多國家 對中國的拒簽率都非常高 比如說像美國 像美國來講的話 有網友發現到說 他們到上海的美國的領事館 或者到這個北京的 其實他們被拒簽的這個 這個非常高 為什麼 只要去講說我要去學語文的 很多人說 你根本不是來讀書的 你來學語文 那是不是也是來打工的 所以就很多這種拒簽非常多 在很多地方都發現 發現這種情況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最近的中國政府很奇怪 他們限制自己的國民 盡量在國內消費 你不要到國外去消費 因為他們想要擴大內需 所以我在七月初的時候 我有跑一趟澳洲 我到雪梨 以前來講的話 我在兩年前 就是疫情之前的時候 有到雪梨去看的時候 到處都是中國觀光客 但是現在來講的話 在雪梨 你很難碰到中國觀光客 特別在中國城 而且中國城 那邊好幾家 中國商店也其實倒了蠻多的 為什麼 因為沒有中國觀光客去 那時 五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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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